為甚麼要爭取成為老公呢 對 為甚麼我們要爭取 最主要其實就是說 對 因為我們在課學校說要推動這個東西 常常會被說你們好好的學生不當 幹嘛去當勞工 我說沒有 我還是要當學生 但是當我當助理的時候 我要承認說那是一份像勞工一樣的事情 學生還是學生 但是學生助理是勞工 我等於有兩種生意 有點像我白天是學生 晚上一半都要打工是勞工 其實這在我們人設裡面 應該是很簡單分辨的一件事 因為我們跟老師的關係 比較也還是 就我做我的論文他指導而已 然後我做他的計畫 那個跟我的關係不會那麼直接 通常我做老師的計畫 計畫不可能是我們的畢業論文的一部分 就是老師的科技部計畫 但是在理工科的狀況 據了解是 老師的計畫 大概會有一定的部分 很可能會跟他的畢業論文 會有一點關聯 然後數據甚至可能是共用的 因為是同一個實驗室產出 所以在他們的狀況下問題比較誇張 但沒關係 等一下再來解決 那究竟當勞工有什麼好處 大家可能也都知道 會有 可以看到這個上面 有基本工資 現在是 120塊 然後2008元 208元 月薪 實行120塊 其實光這個點就很大的突破 舉例來講 像剛剛講那個 一個禮拜去做 五天 就假設他做40個小時 再怎樣他也要存實行120塊 那一個月 170個小時 乘以120塊 也超過2萬 但他只拿到6000塊錢 這也可以判出為什麼 學校打死也不願意 適用勞工資本法 因為他們過去已經壓低到了不合理的地形 公時管制 明年1月開始應該是40公時 對不對 南州 超過要給加班費 所以加班費 如果是 每天工作不得超過8小時 超過8小時 第8到第10個小時是1.33倍 第10到第12個小時是1.66倍 我定假日還沒問題 沒有談過 19天 也許還會 也很可能變12天 但無論如何至少 但是12天還沒工作 過去大學好像也沒做到這件事情 很多大學 我猜這些時間是很多 還是有可能 國內假日要出錢 不得隨意解剖 這點很重要 雖然說 隨意解剖事情 畢竟不常發生 但我們還是 偶爾都還會接到這種 什麼助理費 老師 因為什麼 看不順眼 吵架 然後就叫他不要來 還是有這種事 所以 勞動捷衍法 保障很重要 要證明他 顯婚正任 才能夠解決 不定期契約 這個意思是說 現在大學簽聘契約 都是一年一聘 或者一學期一聘 比如說你這學期 很大的研究助理 但是勞動捷衍法 有一個管制 叫做 不定期契約為原則 定期契約為例外 那怎麼區分原則跟例外呢 他們發明一個概念叫做 繼續性工作 是 如果你的工作是繼續性工作 就必須是不定期 反之 不繼續做工作 就是定期 那什麼是繼續嗎 就是看 你的工作內容 他是不是這一個企業所平常就會要用的工作 舉例來說 一個賣場而已 結帳員絕對是繼續行工作 因為他平常就需要用結帳 那他不能夠跟結帳員簽一年一聘的契約 假如他簽了一年一聘的契約 也會因為抵觸勞動機制法而無效 而直接推定必須是不定期契約 所以他一年一聘如果到說 抱歉那個下明年我不想用你 不行這會設計為大進步 但假如呢是賣場大特價 周年性的時候聘來的花車人員 那那個可能不是一個平常就會有的工作 那就叫做不繼續行工作 那就可以定期契約 例如聘一個禮拜 說好這個是契約的職業 那適用到大學裡面 這個目前就有爭論 像我們工會是覺得 多數的工作其實都是繼續行工作 在大學裡面 例如說所辦、當秘書的 促使、印資料 這些都是大學平常都要運作 教學助理 代考論 當然聽起來比較複雜 但是 收考卷、改考卷、登入成績點名 維護網站 這些也顯然是一個繼續行工作 就是大學不可或缺 研究助理 固然他們現在的說法都說 研究是一年一個研究 但是協助老師做研究工作這件事情 應該也是繼續行工作 就是說 不是以那個計畫為範圍 而是以那個內容為範圍 那個內容有沒有繼續行來定 但目前還有爭論 總之 適用勞計畫跟制草 我們就有機會突破 過去 所有助理都是一年一聘的出境 或一學習一天 那當然學生畢業他可以支援離職 也不是說 不經理契約他就不能離職 他還是可以支援離職 只是他就可以不用隨便被檢驗 或者擔心下學檢驗工作 那當然最後最重要就是這個 勞工保險 就業保險 全民健房保險 就業保險可以折算盡勞工保險 就業保險 就是所謂的失業保險 如果這個失業的話 可以有六成的薪資的失業保險 老公保險可以折算盡勞工 如果判定是老公就OK 當然還是下一個 就是法律上怎麼判定是雇用關係呢 他裡面就 就是說法律上怎麼判斷你是不是老公 我們剛才一直講說 學校說他們不是老公 他們是來學習或來玩的 或者什麼都沒說 我們說沒有他們在法律上就是老公 那怎麼判斷 他們有三個概念 一個叫人格上從屬性 一個叫經濟上從屬性 一個叫對家的關係 又是從屬性的關係 不好意思 人格上從屬性的意思呢 就是說 我可以 我在這邊是 被某一個人指揮監督 他可以叫我幹嘛 我就得去幹嘛 例如說 我們可以想像 例如說 我在 當年舊助理的時候 我處理資料 教授可以說 你不要那樣做 換另外一個方法做 我一定會接受 因為像我在外面工作也是一樣 神正那樣叫我說 這個案子不要搞了 當然我會生氣 但是搞不好我一定要接受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好 雇主 先講一個 雇主其實不是老師 雇主是學校 我們在學校裡面 單人助理 雇主是學校 有點像我的雇主是工會 但是陳正亮是 工會的管理人 或者類似代理人 經理人 當然他是五級子 那有點像是 老師是學校的 代理人來管理我 其實老師也是學校的雇員 所以我跟老師本身沒有成立雇員關係 除非我是老師私下聘 不然的話 我的雇主還是學校 好 那人格上重有性 但是他就是說 好 經濟上重有性指的是說 我的這一個 薪資的內容幾乎都是由對方決定 然後錢也是由對方出 大概是這兩件事情 那學校這時候就說話了 結果他們就說一個說法 就說 你如果這兩個就算是勞工 那爸媽給你利用錢 叫你幫他做事 是不是也是變勞工了 他們很喜歡講一些這種 是是而非的嗎 我都不是 為什麼 因為啊 他還有一個最核心的一個概念 其實也可以包含在經濟上的重有性 就是 為對方而 不為自己 好 生產 用長話 生產出來的成果要回顧所有 這個是重點 生產出來的成果回顧所有 所以如果問說那個對價關係是什麼 這邊就會比較清楚 對價關係的意思就是 勞資雙方的一個教育 勞方給付勞動力 可以資方指揮建築 資方給付薪水 但這樣還沒有完 他勞動力生產出來的成果 同時也是規資方說 這才是重點 所以 必須要包含到說 我不只拿錢 我如果只拿錢 搞不好的確 他只是送回一筆錢 對不對 我也不只是聽他的話 我聽他的話 搞不好 這是因為他是我老師 他是我爸媽 我尊敬他 而還要包括我在幫他做事 我做出來的成果是歸他的 這件事情 這一點是最偷心的 其實是這樣 過去之所以不強調這個問題 是因為這是一個普遍的事實了 所以大家在判斷上不強調 但我發現在助理的問題上 強調這一點很好 所以你要看說那個成果到底是誰的 成果是誰的 教學助理 他在那邊幫忙帶討論幹嘛呢 當然他自己有學的好東西 但你說他在從事那個服務的活動 他無論如何是代表那個大學在從事一個 教學服務活動 那個是他替代掉 你看怎麼來看他的成果 他有沒有替代掉大學需要聘補的人 有嗎 很顯然只有 如果沒有他大學也得聘另外一個人 來做這個討論 然後研究助理更次了 我幫老師跑數據 跑完的數據 是我自己可以拿去用嗎 其實也不行 對不對 我們幫老師夏天也搞國科會 也不能就編碩士論文 基本上就不行 所以成果是歸部主左右 很顯然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這三個關係如果確定呢 法律上這三個關係其實聽起來很悲慘 要聽他的話 錢又只能他決定 成果還要歸他的 我只換得到微薄的薪水 聽起來很悲慘 但就是因為這樣的一個悲慘的狀態 所以這樣的一個悲慘的狀態是 我們目前社會 所謂資本主義社會 九成的人的處境 九成的人作為勞工就是 要聽老闆的話 老闆決定薪水 你幫他做事還薪水 就是這樣 所以才出現了勞動法 勞動法要矯正這樣的一個狀況的 不能到一個極端的地步 不能讓這樣的狀況 可以徹底的來產生一種 因為這顯然是一個勞資之間 不平等的處境 從屬性 我都從屬性 其實跟奴隸是很像的 其實你們看顧庸這個詞 也會發現他跟奴隸是有點像 庸的那個概念 就是庸等 我受不成為你的庸 其實有點像這個意思 那勞動法為了要矯正這樣的極端的不明 所以他做了一種強制規定的結果 例如說工 就是剛才講到工資不可以低於多少 不可以工資超過多少 然後假日要有多少 就是這種管制 要有社會保險 出了事情要有人承擔 所以法律上才看到假如有出現這樣的重屬的狀態 然後是一種勞固的對價 那就要有勞動法的使用 是這樣子 那他不是看明目內容 而是看實質內容 什麼意思 就是說 因為我們就說了這個以後 台師大在今年四月 就是推師徒之前 就做了一件事情 他把那個學校教學助理的辦法 本來叫什麼 教學助理工作辦法 他就改名字 叫教學助理學習辦法 然後裡面的那個教學助理的薪資 他就改名叫教學助理的今天 然後他以為這樣子就可以不用適用 就不用再被勞工局開發 結果我們去檢舉台師被開發 所以這個就是回到很基本 就是說法律適用不是看明目 明目就是說上面寫什麼字 他跟你約定的契約寫什麼字 而是看你們之間真實的關係是什麼 你真實上有沒有重屬性 有沒有對價關係 這樣來判斷 OK 誰來判斷 是勞工主管警官跟法院 什麼叫勞工主管警官 他怎麼判斷 其實也是不告不理 因為他們現在都很消極 所以除非我送檢舉進去 他就非得判斷 我檢舉說他 他明明跟我成立僱傭關係 但是沒幫我投保 違反勞工保險條例 雇主要強制投保義務 那勞工局就非得要判斷說 到底 他前面就要先判斷一件事情 我跟他是不是勞工關係 所以他就給我判斷 那法院也可以 我可以去法院告訴說 他因為沒幫我投保 導致我順害 那這會是一筆很巨大的經費 所以他也必須要判斷 我看他是不是好